正月初五的晚上十点左右 宁波海蜀区一店面内的 突然冒出了浓烟 该楼是砖木结构的二层楼 这火苗夹杂的浓烟 直接往外扑来 路过的外卖小哥看到后 立即报了警 你通知店管站了 这里店断断一下 这里还要有人啊 听不懂的 人家看上了 你说说说说我们车上去吧 索性救援及时 被困在二楼的九十多岁的老太太 成功被救出 据房屋主人介绍 一楼租户回老家过年了 小店不在经营当中 可能是电线老化而引发的火灾 所以说这老房子防范电气火灾 还是得从平时多检查 多维护做起